Hey! 我是Ricky的沙發 我知道你們很喜歡看我的髮型教學影片 包括秋天髮型、婚戒、油頭、星星頭 但我數來數去,原來我還沒做拍蠔的All Back髮型 所以今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拍蠔的All Back髮型是怎樣做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讚和留言 因為這樣才能讓更多人知道我的影片存在 我今年在Youtube上希望年底可以做到10萬個訂閱者 所以我要靠大家幫幫忙分享我的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 有機會他們可以幫忙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就可以達成我年底10萬的目標 10萬的目標是有意義的 因為我都做了很多年 第二就是我都希望可以多一些不同國家 不同國籍的朋友可以看得到 所以在數字上絕對要你們幫忙 所以大家加油幫忙分享出去 事不宜遲 今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拍蠔的All Back髮型 想要拍蠔的話 第一樣要先剪適合一個髮型 什麼為是適合呢 它本身的特徑是兩邊的頭髮比較短 而留下長頂頭髮和後面的頭髮 我先分享一下我現在的髮型 我頭頂頭髮很長 而我兩邊的頭髮比較長 令我臉型比較闊 大家經常都在我的影片中看到他 就是因為他經常幫我剪頭髮 都是我平常的頭髮 兩邊的頭髮很短 兩邊都很短 不要那麼短 都很短 而且我要飛的 這次我們拍這個髮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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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一定是C妝 我兩邊的頭髮是特別長的 而且我的頭型本身比較大 所以我一定要剪兩邊的頭髮 一定要剪到很貼和很薄 但我當男生本身的頭型比較細的話 你就不需要剪兩邊 像我這樣要橙青 因應不同的頭型 而剪不同的髮型 我試試一下 這很累 很冷 超 我15歲已經有白頭髮 現在已經過了5年 快要剪完我旁邊的頭髮 我剪完了 現在現在開始教學 一開始我會湧完所有頭髮 之後就可以噴上鹽水或糖水 今次我會用上Aimee的Sugar Leaf 它本身有一個很亮的效果 令頭髮更有光澤 全頭噴完之後我就會用手搓勻 接著我們就可以吹頭 第一部份就是處理後面的頭髮 我會先用風嘴不斷左右左右吹鬆後面的頭髮 另外也會用手指插在頭髮上 然後用風嘴吹過髮筋 要留意的是我不是只是吹死一邊 我是兩邊都有吹 這樣才可以令頭髮有一個回彈力 頭髮就會又鬆又自然 吹完後就會吹中間 最後就會吹前陰的位置 方法也是一樣 看我不斷用手不斷插 這樣才可以令頭髮每一條都有一個很鬆的效果 記住我們的方向都是向上和向後為主 整個頭吹乾之後 我就會拿起左邊後面的這一側頭髮 用風筒吹一吹髮筋 然後用手指向後按住它 拿走一個風筒 等它三秒凍後才放開手 這個動作可以令到這條頭髮不會向橫飛 保持一吹髮筋的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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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右邊之後 我就會拿一個縮米夾 打橫直插入後面的頭髮 用力夾一夾向後屈曲 令到整條頭髮都保持一個向後的方向 亦都可以做到一個蓬鬆的效果 夾夾夾夾夾多幾下之後 夾完後面夾中間最後夾前陰 做歐夾的髮型最好是濕的效果 今次就會用上KMS的GEL WAX 摘起掌心之後 第一部分我會先做後面的頭髮 用手插進去之後 把頭髮拉高再放下來 第二步我就會做中間 之後就做前陰的頭髮 同樣都是這個方法就可以了 好像我現在這樣 我反過來再跟大家解釋 用手指去找一個好處 可以令到ALL BACK頭髮的層次感增加 我很喜歡ALL BACK頭髮有層次 我就會拿一個封筒 用手指拉開前陰的一側 吹一吹髮筋 三秒之後拿走封筒 等它凍了之後才放開手 你就可以看到前陰有一個自然層次的髮型 很多人說ALL BACK兩邊的頭髮都很快掉下來 同樣地我都會用這個方法 吹一吹兩邊的頭髮 脫頭髮定型了 那就沒那麼容易掉 拆好頭頂的頭髮 最後我們就可以用HAND SPRAY 同樣都是做後面 噴完後面之後就會噴前面 最後記住一定要噴一噴髮筋這個位置 臨出門口我自己會噴多次 那你ALL BACK的髮型就可以維持全日 我自己很喜歡FALL BACK髮型 因為它可以拉長面型之外 感覺更好精神 希望今天可以解答到大家經常問 怎樣疏ALL BACK的難題 如果你都疏到ALL BACK的話 不妨上載照片到INSTAGRAM 打一個hashtag CASA PAIR 跟我們一起分享 想我下一集搞什麼髮型 快點留言告訴我 最後要記住 Subscribe我Youtube Channel 我們Facebook Instagram 以及Youtube再見 Bye Bye